接着继续给大家讲啊 这个短则和长则的区别 你说一个男人他如果真的爱你呢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闯进你的世界 想办法在你的面前刷存在感 只做你 你想要的你喜欢的事 而一个男人他只是偶尔的联系你 告诉你他喜欢你 爱你想你夸赞你恭喜你 那么他就想骗你 他只是偶尔联系你 喜欢和爱是非常的 如果他爱你 他现在想和你发展长期关系的话 他肯定要了解你 无时不刻的 他都要在你的身边围绕 如果他只是偶尔的 经常的失踪断联 这肯定是要玩你的 你看这个很多女人 现在发现缺血 发现现在年轻的女人 居然接受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 Friends with Benefit 就是短则的关系 但是呢 这个短则会特别扎心 咱们先读一下 这个什么是真正喜欢你的 凡是一开始就特别大胆追求你的 特别极度自信的 充满了优越感的 他肯定他就越不爱你 几乎没有例外 因为什么呢 真爱的第一真兆是什么呢 它的真 真道就是胆怯和自卑 因为从人性的本能层面分析 能喜欢上你的人 大概率是不如你的 只有他才觉得你是个宝 本质上是对他自我稀缺的补偿 所以那些敢大胆的追求你 让你感觉他们收放自如 说白了就是在配合你表演的 因为不爱你 他才可以游刃有余的 使用各种套路 反倒是那些一见到你 便语无伦次 笨手笨脚的 他是有一定的几率 是真正喜欢你的 心理学上对喜欢 有个比较功利的判定 那就是你喜欢一个人 多多少少是因为 对方对你有用 他的价值比你高 可能是对方的颜值身材 对你有赏心悦目的视觉价值 也可能是对方懂得 说情话给你情绪价值 还可能是对方成熟 能够给你很多人生的指引 还有对方有钱 有资源 而你呢 放不下这段关系呢 你潜在的心理机制 就是你某个需求 空缺了出来 你的大脑提醒你要 填补这个空缺 而潜意识又告诉你 只有这个人才能满足你 然后你就陷入了悲伤 其实呢 只有对方满足你这种思维 往往是自我设限 只要你跳脱这个思维误区 你就会发现 其他人也能满足你 甚至很多情感安慰 也可以满足你 所以说呢 就是说你所遭遇到痛苦 你看我们就会觉得 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痛苦 不是的 你得钻研什么呢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求之不得的痛苦只是短暂的 但是求之不得的恐惧 管就是长期的 当你默认你应该得到的时候 那你得不到就会成为执念 你就会过度的总结自己身上发生事情 所以你总是不放过自己 哎 你看啊 这个这就很符合缺解和现在语言班上小王的这个状态 小王呢 他是一眼的看中缺解的 不是说缺解特别比他出色 他的颜值也好 他的价值也好 他是这种阿法白男 自己又是搞艺术的 那种学音乐出身的 他有硕士旋律 长得又是特别帅 特别漂亮一个男的 他不可能说对缺解这种 缺解在女人的群体里 哪怕在亚洲女人的群体里 也不是最顶尖的 只是长得比较顺眼 他认为可以一举拿下的 所以呢 他呢 认为缺解呢 肯定就是一下子就被他击穿了方心 一下子就方心打了 一下子就受宠若惊 没想到缺解是临危不乱 非常的高傲的把他给拒着门外 把他甩上就推了 给他推出去 因为什么缺解是已婚妇女是吧 而且我是这么大岁数 他首先他误判了缺解的年纪 他以为缺解比他年纪小 他是91年出生的 因为认为缺解呢 多也不可能超过 超过他的年纪 最多也就是30岁 他是误判了缺解年纪 欧洲人呢 看着亚洲人的年纪呢 往往是看不准的 尤其是缺解呢 又健身了 这一健身呢 这马上缺解的这个年龄感 又回去了 一健身一减肥 然后又每天我都健身 我是健身后去教室 我是健身完 然后洗澡 容光浑发的 带着洗完澡的这种光彩 所以他就误判了 误判了缺解 比他年轻 而且缺解呢 在这种亚洲人颜值里 女性里 并不是最顶尖的 他就认为 所以他就展现了特别自信 充分的自信 其实就奇怪了 是吧 我就新鲜 怎么会有人这么自信 是吧 你要是想追求我 怎么的 你还得观察一下我是吧 他不 其实他一开始 他是不行 不是爱你的 他只是想什么呢 想释放 他的这种 就是个人产生 山渡链接的这种欲望 再加上他有这种 异国情调癖 他就有这个 他没有黄热病 他不是说只针对亚洲人 他上一个女朋友 是西班牙人 他就喜欢跟他 长得不一样的 文化不一样的 语言不一样的 他就去对他充满了这种 这种着迷的气质 因为什么呢 他从小到大 他也是辗转多个国家 他生在塞尔维亚 他父母是匈牙利人 然后呢 他在这个塞尔维亚 上完小学之后 他又跑到克罗底亚 去上中学读音乐学校 然后又跑到德国 去读本科和硕士 他这会好几种语言 所以呢 他呢 就喜欢这种 就是异国的 对其他的异族的 充满了兴趣 他呢 但是呢 他掌握错了方法 他带有了情欲 就是你不能因为看我是女人 什么 你要是假如做普通同学的那种 我对你的文化的这种感兴趣 但是你不能对我带有情欲 你对我带有情欲 我马上我作为女人 我就会防范你 对吧 他没有长好这个尺寸 因为他大概率是在以前 他烈焰狩猎的这过程中 他没有遇到过阻碍 没有人拒绝过他 应该是亚洲女人 就是他的亚洲女同学 应该都是受宠若惊 对他是来而不拒的 就没想到缺姐居然把他给拒了 而且是语言吧 显然就不是他们这个 他这个就是学音乐的 如果学音乐的 就是有点傲气 那缺姐又不是学音乐的 他就觉得你还 你看你这个社会闲杂人员 居然有这么的高 他就受挫了 受挫以后呢 他就有这种产生了一种执念 你看他马上就由心理高位置 他变成心理低位置 产生了一种执念 他就特别胆怯了 变得又胆怯又自卑 又这个脆弱 他表现的很多时候 都是很失控很失态的 所以他的这种 对缺姐这种失控失态 引起了缺姐班上 所有年纪大的 这些男同学女同学的注意 这些人就很矛盾 所以缺姐呢 就不可能跟他怎么怎么着 缺姐现在就是要 极力的把他拉入 就是我们德语说 德语帮的 这个小帮派里 把他拉入这种友情 老乡都困在里 你要是跟我做老乡的话 是吧 我对你就是 最起码的这种意义 这种热情是有的 但是呢 我是老大姐啊 甚至我把你当孩子看 就想对他进行降维打击 你看啊 为什么缺姐一直拒绝 这种短则 还有这种出轨的这种行为 为什么会拒绝他 因为什么呢 就只要是你对 这种短期的 这种炮友产生期待的话 其实是特别消耗你这个人的 这个人的这种气血的 消耗你的心理能量 你的生命能量 表面上 就是肉欲和情质都重的人 你像这个 这个这个小王 他的肉欲和情欲都非常重 因为他刚刚这个跟女朋友 全女王分手 那很明显就有一种 很强烈的肉欲情欲 其实缺姐就觉得奇怪 是吧 举个例子 缺姐是不想 就是他坐缺姐对面 后来不缺姐把他赶走吗 他就只能去坐了 坐在缺姐对面 缺姐呢 就他就天天观察缺姐 缺姐呢 又觉得呢 他对缺姐的这种 这种男性凝视 是非常让缺姐难受的 缺姐就想缓和一下 这种气氛 他对你有敌对 这敌对反正要产生 更强烈的这种欲望 所以说缺姐想缓和一下 就跟他说德语 但是又觉得呢 我们这种对着教室 对面的 这种大声的喊德语 就感觉很不方便 所以呢缺姐说 爱无缺姐就想 坐在他旁边那个位置 跟他说点悄悄话 说点小声说 这样就不会让人注意 不会对别人产生 别人不说德语的 他会觉得你很冒烦 很装 很不很不舒服 所以呢缺姐呢 就希望坐在旁边 跟他小声的说 哎缺姐还没坐在旁边呢 他说啊 他就摆出了一种 就是好像你要坐在我腿上 你要坐在我怀里 他就就是啊 你就想坐近点是吧 你看他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说话 那个口气 那个姿态 都是你想坐在他腿上的那姿态 缺姐觉得这是他们有病是吧 我就跟你普通同学关系 我坐你旁边 啊 这这这男女同学 可以说做得近点 这是无所谓的是吧 不 他就带着这种情欲 所以呢 这种人呢 他是会消耗缺姐的 气血心理能量的 缺姐知道 但是你又不能把这个人扔走 表面上呢 缺姐没跟这个人谈恋爱 也没跟他出轨 没跟他搞破血 也甚至都没有搞暧昧 但是这个人呢 就通过注视男性宁气 缺姐啊 通过各种方式吸引了缺姐对他的注意 那缺姐不得不关注他 我不得不去调查他 这就这人太他妈怪了 是吧 我这是多少次 明里暗里的拒绝了 他还是不行 然后呢 缺姐也会 有的时候偶尔的 就是瞟他一眼 就是看他 为什么你总看我 我缺姐余光知道他在瞟 缺姐 然后缺姐想确认 他有没有停止注视缺姐 然后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啊 缺姐和他的这种量子纠缠就建立了 缺姐消耗了这种气血 消耗了身心理能量 就想摆脱他的纠缠 摆脱他的纠缠 缺姐就想了半天 完全不理他 排斥他 因为他做各种动作 他在展示他的优越感 展示他 就是你拒绝我 我不甘心 我一定要征服你 那缺姐在很多期视频都说了 他各种小动作 各种的暗示 明示 然后他还话里带话 还有这种寒沙摄影 各种一语双关 他故意的说给缺姐听 那缺姐你是能说什么呢 我听了也不舒服 是吧 就显示你 人缘而好 他就还是关注缺姐 跟谁交往 不跟谁交往 跟谁现在关系又好了 跟谁关系又不好了 跟谁又组成这个对话的搭子了 跟谁又又散了 你说你观察我这个干嘛呢 那缺姐就觉得这个人 他妈真讨厌 他就照了他所谓的男性魅力 他就把他身边的那个杰克女 给这个笼络住了 杰克女就一直跟他搭档 一直跟他搭档 跟他还 跟他很讲义气 还挺崇拜的 他还拼命的孔雀开屏 展示他的这种音乐材料 说句实话 他这种专业出身的人 真不应该跟这个门外汉 来显摆这个 就显得特别轻浮 特别蠢 特别愚蠢 因为什么呢 跟这些音乐的门外汉 你来展示这些 你的专业素质 首先别是不能欣赏 你不知道你的专业水平有多高 其次呢 他们对你的关注和赞赏的 和崇拜的 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也不能给他带来任何人脉资源 也不会带来门票收入 他为什么要阐释这个呢 他就想想缺姐证明 你看 你不欢迎我 你不崇拜我 这么多人都崇拜我 都欢迎我 他是在 说给缺姐看 缺姐知道 所以呢 缺姐这么一分析 他又跟 缺姐这么一想 他这么引起缺姐的关注 又跟他产生了量子纠缠了 那没办法 他就跟缺姐是一个班上 怎么办呢 所以是缺姐在想 如果说 这个老师给缺姐 既然口语不及格 如果说这次 我再经过一次补考 如果还是 他们那个系组的 就决定让缺姐过不了 那缺姐就决定 下个学期就不上课了 不去那个学校了 我就在大学的那个网课 我就上网课了 我就不去了 那就不用跟小王纠缠了吗 为什么缺姐不愿意 就死活都不愿意 有这种短则的关系 你看这个女网友这么说 说只要你对 这个短则的关系 就是friend with benefit 只要你和这种 就是什么 这个什么 利益之间的 所谓的利益 就是短则 泡用 产生期待 就是你的宿命 不少人呢 其实呢 确定这种关系 其实是对方有好感的 比如说欣赏 颜值 身材 或者是工作 能力 家庭 或者是满意 事实有回应 提供情绪价值 不会被冷暴力 不会被不理解 总之你有需要 对方都会在 或许是崇拜 对方有什么光环 让自己沉迷 比如说小王 他就展示 他这种音乐人的 这种光环 学习并没有沉迷 即使这种关系呢 也是这个男的 自己赚到 或许是默契 大家都需要一个 安全稳定的 愉悦的性关系 这种心照不宣 里面 其实是有着 感情基础在的 在产生了 生理性愉悦后 两个人事后相应的 温度和暧昧 总会让某些人忘记 这段短则关系 存在的缺陷 那就谁先动情 谁就不合格 不见得康的关系 就是存在这种缺陷 一旦动感情 就会产生 占有欲和内耗 两个人点着烟 喝着酒 这个说着过去和未来 喝一点酒 还能含情默默的接吻 好像吃掉的是 这个意念园里的苹果 当你呢 意识到喜欢的这个人 和你只能是这个关系之后 而之前的惊喜 快乐 爱 没冲动 上头 都会变成蜗牛的鸡脚 这个触脚 一句话就能让你心痛内耗 你想尝试冷静 却总是被这个人牵引着 你想尝试改变这个 泡友关系 却得到的是对方的沉默 然后在每一个日夜的 这种性的交流和接触里 你不仅喜欢上了人 也产生了依赖 然后不健康的关系带来的快乐 会成倍的从你的身体里抽离 你看看 这不就是内耗了吗 为什么确切一直不建议女人搞这种什么 什么性解放啊 这个什么呀 因为什么呢 你只要选择这种关系 你基本上 你作为这种男权社会里 这个女人来说 不管你是不是女权 你都是会吃亏的 这是肯定的 不管是从生理好像心理上 还要从动物大自然的雌性动物和雄性动物本能来说 你都是会吃亏的 你吃亏你就会男生 你就会情绪内耗 不管你当下需求是什么 你想陪伴也好 想解决你的生理欲望也好 不管你想不想要 你自以为你自己很能控制情绪 也很能管理 但是呢 你只要走入这一段 什么都不是的泡有关系 就是连人类交往最基本的原则 那些尊重和共情和付出 一丝一毫都不会有 它看似解决你当下的这种生理需求 但是长远来说呢 甚至都不需要几个月 一个月就足以让你在被填满 又抽离的反复中 搅乱你原本平静的生活 然后你原本以为互为工具人 是吧 只有你是在对这种假性亲密的迷恋里 一再的交出底牌 失去了你自己的战绩 女性就是这样的 因为什么呢 你就会希望这个人会对你关注更多一点 更给这个喜欢你多一点 否则你就觉得自己出亏了 对吧 可是呢 男的往往是什么呢 大一炮 八点无情 对你特别冷漠 那你说你会不会觉得 啊原来你是这么理我 你看华野鸡为什么那么痛苦 他自己主动的跟那个 就是他老公回国内去了 把他抛弃了 跟他结婚证 领了结婚证就把他抛弃了 连婚房都不知道他住 他就想赶紧找一个这种接盘侠 下家 主动去把人家那个甘肃小朋友 在他老公的那个 那个破民宫宿舍里推倒了 然后主动的送笔上门 但是人家那个男的 本身就没看上他 主要是那男的想借助这种性缘关系 跟他打炮的关系 看看黄矮基手里有没有北京的房子 如果有北京的房子 用是单身未婚的话 有可能跟他来一段 是吧 只要冲着他的房子 冲着资产 冲黄矮基本人是没不可能的 黄矮基真是特别恶心 这本人你就不是有资源的 这种北京人 是吧 你没资源的话 你是一个乞讨的这种流浪狗的话 你就不要摆出 北京人的那种优越感 他一开始的定位就给自己定算 没实力的话 你就别装 因为你要的就是别人来收留 你住进别人的房子 对吧 他不 他要拿着北京人的这个招牌 来吸引别人 等到吸引人来了 发现手头上什么都没有 人家男的就觉得自己被骗了 然后黄矮基又 透出了一个他炸弹 他深水炸弹 就是他是跟什么山东农 是领过结婚证的 那这个男的很快 你看男永远都可以全身而垂 他那干肃炮友比他年纪小 但是马上就把他定一位炮友了 送逼上门的炮友 本来呢还可以跟他一起吃吃晚饭 然后黄矮基送逼上门 连盾盒饭都骗不来了 就是送逼上门 马上就你不用过夜 赶紧给我滚 黄矮基本来想在人过夜 人家过夜都不让他过夜 也是很勉强的 后来实在赶不走他 实在人家就想出什么招了 骗他说 我要去外地 那个城市去发展 我就不在这个城市了 不在多伦多了 这样才把黄矮基给打发掉 黄矮基本来一直是赖着不走 就是天天都要送上门去 然后这个男的又怕黄矮基上门去闹 闹得这个搞得什么别人都知道 因为这个炮友呢 就不想成为这个男小三 不想让人知道是已婚妇女常常自己 搞臭了自己在华人圈的名声 然后这个 他那炮友呢 还想当海王呢 那些搞臭了名声多难听了 是吧 海王还怎么当啊 所以就这样的 黄矮基这样的 被人拔脸无情了 在他理解就是被骗炮了 明明是他自己想不劳而获 想靠着逼 这个卖逼来这个换取 别人来一辈子供养他 当寄生虫 他跟着没有任何可以交换的家 他连性价值都没有 你看这个人的刺着大板 然后咧了个大鼻子 翻着个这个肉泡 咪凤盐 这种一副猥琐 贪婪 那种荧光四射 你就觉得他特别恶心 他永远都是想得去怎么样 占别人便宜 所以说呢 这种呢 你说黄矮基 要说已婚妇女 他不应该 年龄还比他小 那胖子还比他颜值高一些 怎么都不应该是黄矮基 觉得吃亏吧 但是你从心里的这种 就是男女性别的心里的这个定势来说 男的随时抬头可以不断的调整自己的 不姿 调整自己的定位 跟你的定位 你说你女的 你一开始你的定位就是想骗一个长期饭票 想骗个接朋侠 那你这个目的就永远达不到 黄矮基你看 还懂吗 女人呢 她是比较 她的目标就是比较 这个一致的 前后目标都一致 而男的目标就是 我不可以随时的调整 而且永远都不会吃亏 说黄矮基就是跟这胖呀 天天送逼上门 说句实话 她都不如 再什么恍往去卖逼 卖逼呢 说句实话 你还能得点钱是吧 然后男人的嫖客看着 花了钱的份上还不会 那么瞧不起她 她呢 是什么呢 这钱没闹到 然后呢 性爱也没闹到 就白白给人家当了回这种母狗了 这不就是吗 人家男人就觉得 啊 我这样想玩你 那我在性爱上都不会给你 很好的这个 你你给 不会很好的服务你的 不仅不服务你 还让你服务她 还要作践你 你看你到黄黄去看看那些 嫖客怎么作践妓女的 呵呵 怎么样呵呼呵呵的 你看着一边 啊 这 他们在产生着这种抽插的行为 然后这个嫖客还拿着脚 去踹这个妓女的脸 啊 还拿这个 这个 鸡巴就去 啊 就是 反正就就很肮脏的行为 先捅完肛门再捅嘴 捅完肛门再吐阴道 你他全把人家给 给污染了 然后呢 还威胁 因为男人力气大嘛 你在这种私密空间里 你要是违背这个男的命令 这男人也可能虐待你 你就不得不忍气推胀 这个男就呼呼呵 这嫖客就是这么对待妓女的 然后妓女还不敢反抗 还得是迎合人家 说让你舔男 舔屁眼就舔屁眼 你看多酸啊 你看如果说你是跟他是长泽关系 甚至是夫妻关系 像黄远基跟他老公那种 就不叫什么夫妻关系 他老公竟然还把他当母狗 来调教呢 来玩SM的游戏 只要是跟你玩SM的游戏 都是来坐进你屏幕里 把你踩在脚底下的 这黄远基还意识不到 他觉得这是我老公爱我 你看看 所以呢 这种呢 真的说 你还想在性爱上能享受 能享受到他服务你 他尊重你 他给你带来安全和稳定 卫生 还得是和你这种有婚姻关系的 最起码的是婚姻关系的 同时呢 还得是他把你真正把你当老婆看 当成相伴一生的人看 他才会给你这样的 提供这样的幸福 哪怕你纯粹从生理需要 你都不要跟这种短则 就产生短则 只要是短则 那这个男人就想 那我就没必要付出 我付出我就出亏了 我就是要占便宜 我就是要占便宜 所以跟男人 你不管是怎么样 你想奔什么 你看着他的颜值也好 身材也好 家境也好 或者说给你提供情绪 价值也好 这些办法你得确定 你得引导这个男人 要跟你进行长则关系 跟你正式的谈恋爱 光明正大 磊落的 为什么确定死活就不搞破血呢 因为确定就知道 这个男人就奔着占便宜 来掠夺别的男人的老婆的目的 他能对你多投入呢 他能对你付出什么呢 什么都舍不得付出 他就想骗魂炮 顶多他是可能 出于这种同学关系 或者说半个老乡的 德国老乡的关系 他不会性虐待你 可能性服务 也会有点性服务 这种服务医师会有 但是呢 他肯定精神上 他不会付出 金钱上也不会付出 金钱和精神上 他都不会付出 你一顶多就跟他温存 这么这么一两个小时 几十分钟 给你一点情绪价值 然后过后 你跟他不联系 他好像就没这回事一样 往往 你看很多的朋友关系 都是这样的 你想让他 你看很多女的什么的 哪怕他是约胖的 他都希望这男朋友 事后还给他发个信息 代表着想着他 结果男朋友就非常冷漠 就要人间蒸发一样 除非下一次又有性需要了 又主动联系这女朋友了 那这女朋友想 除了你他妈鸡不痒 你才会联系我 你鸡不不痒的时候 你想都想不起我了 心里就会有种不甘心 不平衡 这么一拉一扯 这女的他就会产生 各种各样的情绪内耗 他就会各种试探 或者甚至是主动付出 引导这个男朋友对他付出 哪怕是情绪价值 你看啊 就是这种就没必要 真没必要 这种模式就是对人的异化 和本质的剥削 它让你短暂拥有了 长期关系才能拥有的东西 但这一切都是表演而已 紧接着你就看着 这种 这种海王 这种什么老腔 老手 他都在这种 炮友关系里 没有 他就认为 他没有回别人 回这个女炮友 消息的义务 所以呢 你上桌了 是吧 一把腿张开了 然后你就活该接受 男人男朋友制定的规则吗 哪怕这个规则 完全默示了你 作为女朋友正常的情感需求吗 所以这个游戏一开始就是男人的游戏而已 没有平等 毫无平等 可言 你看这女网友就说 我依赖我自己的真实感受 所以我接受自己的愚蠢 我明确知道自己在期待别人给不了也没能力给的这个情绪价值之后 我选择了 结束它 事实就是我无意也无法改变别人 但是我在下桌前发出了一点反抗的声音 我不喜求有任何回复 下一步就是老娘不玩了而已 但是都是获得了那些男朋友的好好回应 然后他们的表态就不重要 不回复就想想想 结束就结束嘛 ending嘛 然后呢 对方都没把你当人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来进入这种选择派友关系的女人 其实往往是什么 她是有童年创伤的 你看啊 你要强迫你自己 遵守这个男朋友制定的规则 那就和小时候后的童年那个无助的你自己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手无寸铁 所以你干脆阉割自己 把你自己变成别人喜欢的 不麻烦别人的 不麻烦大人的 懂事的那个好孩子 委屈久了 你慢慢就不觉得委屈了 所以呢 你就会产生内耗 可是你内心又感到痛苦 你看 你你就是别的 别人的工具人 别人的性奴了 别人的母狗了 然后呢 还把你和这个男人 这个约炮的 啪啪啪的视频 这个男的肯定要录 当成战利品 你看看黄网 这个九一网上 这些男的有多少约炮的男的 除了嫖娼的男的之外 约炮男的 是把这个炫耀 说这个母狗 怎么怎么 这个荡妇 然后又说什么 本来嘴上说着爱老公 可是身体 才扎进去 马上就老实了 本来还是强烈的 真结烈腹 强烈抵触 鸡膊一插进 立马就说 啊爸爸我还要 你看他们就这么羞辱女人 男人跟女人玩这种 性交游戏 他们并不是很在乎这个生理 生理上的这种愉悦感 对男人来说 生理愉悦感远不如女人 为什么只有女人在叫床 男人很少叫床 你看男人 有像这个黄网上 女人哼哧哼哧叫唬吗 那谁比较反应激烈 那是女人的胜利反应激烈 所以呢 男人他更注重的是什么呢 注重就是我心理上 我要征服你 我要占有你 我要穿刺你 然后我要把你踩在脚底下的 这种心理快感 他们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快感 情绪价值 是性交行为带给他们 男权社会赋予的 性交行为带给他们的 这种成就感 是男权文化给不到 告诉他们 你你透批了 你就占便宜了 然后女人 逼一杯你透了 女人就吃亏了 然后男人再不付出 他在情绪价值又不付出 然后在性行为上 又没有幸福意识 你想看你跟他 能有多快乐呢 短则行为 他肯定不是 要让你爽 他是为了让他自己爽 他一切都指向了目标 什么目标呢 我跟这个女人是短子 我没必要让他爽 我没必要让他开心 只要老子 老子自己基本先爽了 然后同时呢 我又让这个女人 喜欢我 让这个女人 消耗这个女人 让这个女人 对我产生期待 然后我就冷冷的拒绝他 我就是要谅了他 我就要精神折磨他 那我就是心里 我的优越感 我就比他强了 我就站上这个心理高位了 男人都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你说短则关系 不管你是找一个情人也好 还是说你出轨搞破鞋也好 只要他跟你不认真的 不是认真的正经的谈恋爱的关系 不是光明正大能谈恋爱的关系 没有一个好的 哪怕是婚外偷情说 我跟这个小王感情好着呢 你看看缺姐的大堂姐 搞了十年的破鞋 就是他搞过的那个最长一段的破鞋 他自以为他跟那个情夫 是什么老夫老妻 他自己吹啊 可是根本就没把他当成老婆看 就当成寻找这种 婚姻内生活的这种乏味的 这种一眼望到头的 夫妻生活的这个调味品 然后当成自己成就感 一直对着他 对着大堂姐说 我什么时候把我老婆 咱们要不咱们想哪办法把他给毒死吧 给他下点药 给他弄死 这就是说给他听 让他心里开心 然后其实人家连婚都舍不得离 他能为你 连婚都舍不得提 他能为你 说是毒死他老婆吗 他老婆跟他是白手起家 两个是夫妻同仇敌忾的 这种夫妻一起打拼来的 怎么可能为了你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小三 一个一个女的 你说结果呢 是确认大堂姐离婚了 他那个奸夫还没有离婚 你说搞来十年破写管什么用 十年破写也就给这个奸夫 也就给了他十万块 但是给他十万块钱 还让他给他办了很多事 什么跑着的跑那事 没少没少求这大堂姐给他办事去 所以这十万块钱连劳费都不配 他们俩互相 打进去多少这个 就是人情朗来 打进去多少时间经历 然后结果缺解大堂姐自己婚姻破裂 老年生活无章 因为说你指望着儿子 你跟着儿子 不能把儿子当着老公吧 最后老来老来是个爸 还是你老公能陪着你 老公再不好 他至少他有看到长期里 他会对你有这种诚意子 你说这种奸夫能有什么诚意子 就没事的偶偶看看你 送点礼物打一炮 他就是没想明白 他没文化的女人就这样 你文化女人你稍微的多读点书 你再上上网 因为他没文化 他连上网都不会 上网他都看不到这些 就是这些别人的经历 你就看一下这些搞破解女人 有几个能从这个男小三那里得到什么 什么好处的 占什么便宜的 几乎没有 都是搞得自己 身败名裂 鸡飞蛋打 然后不是说家破人亡吧 然后自己老年生活就可怜了 就孤独了 这种都是 都是自己消耗自己 所以说女人呢只要不是长期关系 只要不是认真的正八经谈恋爱的 你就不要搞一无章的 你就一身正气 你看确定一开始 我就跟那小王就很明确的表明了 就是很明确 确认对她的态度就是一个已婚 大姐 我对一个小弟弟的一个态度 拒绝你的态度 一个是我年龄比你大很多 更重要的就是我已婚了 就哪怕你不在乎年龄差 因为我的外貌和你差不多 从外表年龄看 从外表年龄看 真的是挺般配的 但是呢 我就是实际上 我年龄比你这么大 不可能有任何可能性 更重要的就是我有老公 你明知道我是别人的老婆 你还想偷别人的老婆 那你不就是想短则吗 你看就得上套吗